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加坡八卦掌研究会联合冠名播出的 游身八卦掌系列课程 我是李纯玲 那么今天为大家讲解的是 母掌的第四掌 背身掌 如果想了解更多视频 欢迎登陆功夫者官方网站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QQ讨论群 如果想了解更多知识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下面我做一下背身掌的示范动作 那母掌第四掌的难度动作呢 主要是反舌途径 这个动作是这样做的 反手下压开始 左手到右腿下 然后左脚过扣步 但是头的位置不能改变啊 在我们的后手 左手的向前伸的时候 把右臂弯曲 右臂弯曲 这个时候身体一直是厚仰的 当我们的重心移到左脚的时候 回头踢出去收回来 下面呢就有请万里小师傅 来做示范动作 下面呢就讲解一下细节的动作啊 来左推站掌 好 屈膝下蹲 前进扣步掩肘 走 扣步掩肘 好 要收臀 好 掩肘肘肘向前 好 左臂伸直 再做转头 行步撩一 好 手脚齐到啊 这个手臂呢就在脚上边 身体如果再扭转一点过来更好了啊 对 然后就是脚尖外摆 肘也要同时的向外 这个手也来了啊 这个行动是同时完成 来过扣步 指天打地 好 那么手臂上去了之后指天 当然就不是指旁边的天啦 是指上边的天啊 然后眼睛呢就看左侧 好 左臂先伸直 好 白蛇出动 好 这个时候啊 这个后手来的时候呢 一定是先动指先带到手腕 带到小臂 带到大臂 去哪里呢 去到你的这个肘的这边 对了 一起翻掌 提起点脚 对了 转身 反复挂掌 好 那么刚才的这个提起点脚呢 是手先脚后啊 并不是完全同时的 是手的行动 先走 才跟上这个踢腿 所以它叫手下藏脚啊 做住了 好 过扣步 好 第一个白蛇吐信 来 对 第一个白蛇吐信的时候呢 是这个后手高啊 这个左手是低的 那么腿呢 也不用踢很高 好 反手下压的时候 这个后手就高起来了啊 这个掌心 掌心向上 手臂没有凝转的啊 是正常的 好 这个也是 一定要直接先行动 带到手腕 小臂大臂 拨扣步 好 在这里的时候 要屈膝啊 那么最高水平啊 那个童子宫的 就可以做到仰平 好 走 踢腿 再收回来 收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提膝啊 这个手肘呢 跳在大腿的里面 然后是手臂伸直了 之后再侧步 好 白蛇吐动啊 这拨步腿长 先往底扣 后手啊 墙上 好 这就是一半啊 一半的背身掌 那现在我们就讲解右侧的这个背身掌啊 刚才从左侧它没有收拾的就直接一起来连着右侧 好 扣步啊 要扣住这个肩膀 来 手指尖先动 做提提领角啊 提提领角 摆布 挂脚转身 对了 手脚齐到 啊 也要收腾的整合的啊 好 扣步到旁边 到左肩 手到左肩 所以你的手指呢 就打开了 要前后啊 有一个方向 来 第一个踢出去 白蛇吐动静踢腿的 可是呢 这个是 腿没有踢很高 身体也没有后压啊 但是手呢 却是一高一低 然后腿呢 跟这个手啊 要去一个扁 肩膀要有柔软 好 反手下压 反手下压 从这个反手下压啊 这个后手要来高 然后这个手呢 就刚才讲了 我们是手是手掌下压 是压对方的手臂 那么手掌跟这个小臂是直的 也是可以整条的手 小臂都可以挡到 对方的那个手 或者是脚啊 所以说用法 实在用法不相同 但是练的时候呢 这个弯曲这个手和直的都可以啊 然后后手呢 要手指尖先动 到了左腿下 好 过扣步之后 好 提一提啊 对了踢腿 这个养的不够 再来来 养的不够啊 对 要多一点更好 然后肘回来提膝 提膝 对 伸直好 侧步 好 反射出动 好 回身状 对 回身状的时候 然后 呃 呃 要放松这个肩 不用抬高啊 放松的 好 然后呢这个也是有脚步的啊 我们这个两只两个手臂呢 不能在两个肩膀的外边 不能有这个挺胸动作 好 手要一点点内寒啊 啊 一点点内寒 好 走马活节 摆布 月下唐花 好 呃 横开掌 翻手大掌 精神要关注啊 这个下手一定要往前延长 对 这个眼神呢 要从这个虎口这儿啊 要看远 那么这个食指呢 是指着天 在眉毛的高度啊 虎口打开 眼睛呢 刚好从这个虎口看出去啊 很好 如果想了解更多视频 欢迎登陆功夫者官方网站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QQ讨论群 如果想了解更多知识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